我們最緊張的時候 我們要看一下 兩位 鄺瑞克 羅力偉 誰會贏 我們亞洲星光大道 第一屆的冠軍 羅力偉 以0.1分之差 贏了鄺瑞克 成為我們亞洲星光大道的冠軍 在這個時候 我們請亞軍的頒唱嘉賓 有請 我們先請 我們請 大家好我是鄺瑞克 今年30歲 來自香港 是一名歌手 我記得09年的時候 我還在做高速公路的收費員的時候 然後就偶爾看到 電視裡面 就是亞洲台 亞洲台裡面播放了一個 歌唱比賽的一個報名 然後我就去參加了 然後參加的時候 然後去了香港 就一直就很順利嘛 然後一直這樣 比到最後 然後拿到第二名 拿到第二名之後呢 然後就 當時又積累了一些粉絲嘛 對 然後在那邊 開始發展我的音樂道路的事業 然後 有開過演唱會啊 然後出過專輯 正在我的音樂道路 再往上走的時候 然後突然那個電視台的 運營 有問題 然後就 倒閉了 然後之後我就隨著這個電視台的那個 煤氣 哈哈 然後就 開始走下波路 對 但是還是 偶爾的會 對自己說嘛 然後 其實就 音樂這條道路是不能放棄的 對 但是 中間有去打過工 然後就是 因為 吃飯 沒辦法 所以暫時放 把音樂放在一邊 後來 回到這邊之後啊 後來 我還是 說不想放棄音樂嘛 然後就一直 就 去找一些 有沒有看有沒有一些歌唱比賽 然後去 去重新 重新在 比賽 這些唱歌比賽裡面 找回自己的自信 借這次機會啊 就想感謝 感謝一下廣播自成的 感謝你們 就是 提供了一個這麼好的平台 讓所有 就是 有音樂夢想的朋友 能夠 展示他們的才華 然後展示他們的音樂 那你一班友仔小鐘地 我再過來拿第一個 啊 帥哥給你老爸給我 有請第一位選手 91號 抗帥客登台為我們帶來歌曲 趁早掌聲 有請 好 有請 closing 點 我 點 點 小 點 點 點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 我学会和你说一样的话 你总是要我在你身旁 说幸福该是什么模样 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荒凉 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好两个 我们就不必在你门下 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 说幸福该是什么模样 你给我的一场不要只心里带着伤 我可以永远笑着反变你的配角 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 如果你不想到想退出要逞逃 我没有非要一起逃遥 我可以不问感觉继续为爱讨好 能念得看着你的骄傲 若有情太难了 想别念要吹套 就算迷恋你的拥抱 忘了就好 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好两个 我们就不必在爱讨好 我们就不必在爱你勉强 我们就不必在爱你勉强 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 总为你贪疼为你心软 比起相爱一场 不要只心里带着伤 我可以永远笑着反变你的配角 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 如果你不想要想退出要逞逃 没有非要一起逃遥 我可以不问感觉继续为爱 好好能念得看着你的骄傲 若有情太难了 想别念要逞逃 就算迷恋你的拥抱 忘了就好 爱是否怎样的说法 都能成为理由 我在这样的爱情里看见的 是我们的软弱 我可以永远笑着反变你的配角 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 如果你不想要想退出要逞逃 如果你不想要想退出要逞逃 我没有非要一起逃遥 我可以不问感觉继续为爱 好好冷眼的看着你的骄傲 若有情太难了 想别念要逞逃 就算迷恋你的拥抱 我忘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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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的表现进行点评 帅哥你好 你好 老师你好 很开心在这里再次见到你 我先讲一讲就是 你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的就是 你的台风特别的好 你的唱功也是很稳定 在那么多场以来 包括不同的曲风 你都能驾驭的特别好 包括刚才升Key的那一小段 你自己改编的也非常的好听 就是还是有舞台经验的选手 表现出来的曲目也 确实给我们的感染力是不一样的 那就今天的演唱来说 我给你提几点小意见 首先你会唱这首歌 但是不代表你足够的熟悉 所以在跟伴奏的时候 跟原唱是不一样的 你要多听伴奏 你第三段抢拍了 第三小段抢拍了 这个你自己知道哈 这是一个伴奏的问题 还有你这首歌的气口 气口一定要研究对 你的气口研究不对的话 你给我们的情绪流动是断掉的 然后这个会比较影响 我们的一个听觉的一个享受 那还有一个就是 这首歌的层次没有那么的明显 就是如果说 你后面的高亢的东西比较多的话 那么我希望你在第一段的时候 叙述的东西稍微多一点 给我们听众有一种起伏的感觉 这个会稍微有一点点 就是鸡蛋里挑骨头吧 其他还是比较不错的 谢谢米祖老师 好 谢谢 你好 你好老师 你好老师 今天的演绎我认为是 我就是从这么多场以来 我认为是非常的完美 我用这个词来形容 我觉得你的舞台感非常的沉稳 一直以来我也非常喜欢你的音色 特别我想说一下 就今天你的选曲比上一场 就是我记得你选的是李荣浩的歌 那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选曲是非常好的 也适合你的气质 并且你在整个的演绎 还有情绪的推进 我认为都是非常的到位 那么我其实非常同意上一位 给评文老师点评的就是说鸡蛋里挑骨头的话 可能在前面进来的就是第一部分 你稍微在细节上要做一些处理 就是我们想更多听到你叙事 就是这些细节性的东西 你还要再做一些思考 然后副歌部分我认为 我是比较满意你今天的演绎 特别在这样的天气 真的非常不容易 谢谢 恭喜你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评文老师们的精彩点评 请看说一课 一步到舞台下就座